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冠连赛官方微博也对魏特赛尔进行了挽留 昨晚 亚冠连赛官方在社交媒体上连帮两条微博 其中第一条微博直接喊话球迷 亚冠官方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有14名参加亚冠的球员出现在了俄罗斯世界杯舞台上 其中天津全界足球俱乐部中场合心魏特赛尔则成为了中超运赛的代表 由于维特赛尔正在享受世界杯假期 因此目前没有回到天津 对此微博中写道 天津球迷你们想他了吗 随后亚冠官方又再次发布一份微博 为月底即将与陆岛路讲 进行亚冠四分之一决赛天津全界打气 而佩图正是全界的两大万元帕托和维特赛尔 维特赛尔作为全能中场 来到中超后成为全界队攻防两端的组织核心 而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上 维特赛尔也成为了欧洲红魔中场的重要一环 不过这位全能中场似乎去一决 媒体报道 维特赛尔结束度假后 或将直接前往多特进行体检 维特赛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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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